山水花鸟作品题材丰富 就连鬼神也有作品 充满戏虐意涵 普如普新鱼大师的作品 笔触轻盈最特别的 就是他的瀑布和蹄子 生动描绘山河风光 作品尺寸偏小 绘出内心近况 风格飘逸清淡优雅 在拍卖市场相当抢手 120公分左右的话 要4000元台币 这个在乡下可以买一栋房子 求一件书法作品 或者是绘画的作品 你一般的人 完全没有可能去 用金钱来取得 普新鱼过世后 市面上作品多达5000件 未流传开的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时间越久 价格越高 也因此引发后续 看护侵占纠纷 整起事件疑点重重 普新鱼一双李淑珍的户籍地 竟然在他过世后 成了看护前夫的住处 原本李淑珍在仁爱路的租屋处 也在过世后 占性看护连夜搬家 没有人知道 晚上搬走了 都没有人晓得 北京家属来台发现 占性看护在99年 获得法院认可收养 但却到了102年 老太太过世后 才办理登记 正式成为养女 法院的收养裁定 已经确定了 那收养关系就已经成立了 那只是说 事后如果再去护证事务所登记 那只是一个行政管理上面的 一个行政手续而已 事后不办登记 成为养女 具有法律效益 只是为何拖了三年 才登入资料 令家属废异所思 记者孙培军温斯坦 台北曾报道 邀请不吝之后 谢谢大家